上帝的话语,我们大家一起来实用下去,从而获得健康 上帝的话语是给我们带来期盼的话语,对于我们是没有绝望的呀 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内心带着忧愁,难过,甚至不知道自己死去了,会能去哪里 带着各样的担忧忧愁 或者有些信徒讲,做了世界段悔改有两年三年了 儿女为什么没有变化,夫妻关系也不和睦,总有不顺利呢 不要担心,也不要气馁,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希望的 今天无论我们带来多大的难过的心 在此刻立即获得解决呀 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是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 在这世上我们学了各样的学问,甚至有其他的宗教 有好些事情我们都想做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所谓优秀的人 问他您在度过什么样的人生 所谓优秀的人 他讲的话语仅是代表一个哲学者的话 他来续说的是某某某学者某某某哲学家怎么怎么样 世上的学问仅是初等学问呀 这时候 夫妻关系也不和睦 儿女呢,儿女也是不孝啊 成了社会的问题,也成了国家的问题 我们用嘴讲好听的话,而内心带着七样的恶呀 真言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行恶的罪恶的代价就是吞吃儿女们,害了儿女们 而我们却不明白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领悟是自己的问题 总在抱怨学校的教育 犹大叔一章十五节 尽管怎么样,今天相信我们还是能行的 上帝是给我们带来期盼的 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呀 上帝给我们的信心 信心是赐予我们一切的喜乐 信心是赐予我们一切的平安 这正是通过上帝的奥秘,获得希望 这正是信心呀 那么大家和我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处于哪里 就说明属于黑暗了,是属于恶人呀 以弗所说五章八节 而基督是我们的光 这信心是我们的光 是正确的点亮我们的位置 我们要找回自己的位置 哦,原来我在这里啊 我原来这样 难怪我周围都是漆黑一片 我在困苦的罪恶中 使儿女也不顺利 我自己也跌倒了 我成了恶人 甚至总在说过去多么多么的好 自己见证自己成了恶人 自己来叙述自己曾经是恶人 在这世上我们都是这样生活的 而尽管这样 今天我们都会活过来的 我们从 这就是给我们的希望 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希望 相信我们今天都获得这祝福 祝愿大家今天全获得健康 获得一切的祝福 从脱离死亡的网络 求主赐予我们这应许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是能行的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创世纪39章1节 我们在这世上有俗话 说这个九字 数字九很危险 那创世纪39章1节 那这个数字看着也不太好呀 而上帝的话语 是给我们带来希望的 哪怕我今天的处境 就和创世纪39章1节一样 而上帝 而我们今天遇见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活过来 出埃及记三章12节 为什么上帝使我们出埃及呢 为的是让我们献礼拜 上帝喜悦我们献礼拜 而听讲到比献礼拜更为重要 传道书五章1节 所以在四福音书里 耶稣 耶稣持续不断地宣布的是上帝的话语 四福音书里并没有记录 耶稣唱在美诗 也没有说代表祷告 持续不断地宣布的是上帝的话语 讲到来的 因为唯独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上帝的话语正是上帝呀 上帝的话语是处于最高之处的 是至高至尊的 我们要领悟上帝的话语是至高至尊的 而当今好些人都不领悟上帝的奥秘 光讲上帝 结果都成了假的呀 格律西说二章八节 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内心也会很气馁 而气馁的心也是贪婪呀 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才对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大家所了解的以利沙 以利沙也是在庄稼地 她本来是在种庄稼来的 结果上帝突然使用她 让她过来 她就来了 召唬她 她就来了 她就顺从了 从此她就开始宣布上帝的旨意 是做世界最高的人 我们在这世上考虑文凭 而上帝告诉我们 你要获得上帝赐予你的智慧与明哲 这时候做上帝的仆人 就愿大家今天获得上帝赐予的智慧 获得上帝赐予你的明哲 拥有上帝给我们的明哲 这时候就能获得知识 知识 世上的知识与智慧 仅是处于动物一般的 而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是属于人的智慧与智慧 人无法创造这些 唯独上帝给我们智慧与智慧 真言三章十三节 所以我们要为了过为人的生活 一定要获得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智慧 我条无首 也是依靠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智慧 才明白这延平岛的黄花鱼 跑到激州岛去了 真言三章二十节 志愿大家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智慧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世界强国 那从英国 从英国迁渡美国的时候 美国是一个荒帝呀 而他们当时是献出生命 他们的祖上献出生命 为了福音为了信仰 度到美国 初爱集集三十四章七节 这时候父母所种下的赏赐 留给了儿女们呀 祝愿大家和我都做东方的英 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能协助美国帮助美国 在亚书四十六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获得这祝福 精彩的生活吧 我们好些人 好些家长 把孩子们送出国外 而听新闻 新闻里讲 孩子们都开始吸毒 那这么难过的现实中 我们怎么办呀 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奥秘 教导孩子 真言四章五到六节 只要你获得智慧与知识 只要你获得了智慧与明哲 这时候上帝保守你 上帝守护你的孩子们 我们把儿女们送出国外 我们如何守护孩子们的生活呢 好些孩子们在国外打工 甚至有些孩子们没有钱打工 但是并没有做坏事 结果他们从看到的和学到的 都是坏事 最终来到国内都曝光出来了 而上帝的奥秘 能为我们抵挡住 这样一切的灾难灾害呀 我们依靠上帝的奥秘 使我和我的儿孙 获得越来越好的祝福吧 我们一定要获得好的祝福啊 而谁在妨碍我们得祝福呢 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属败坏的人在妨碍这福音 魔鬼在妨碍这福音 是上帝这样告诉我们的 魔鬼在妨碍这福音呀 而这魔鬼 我们心里也有这魔鬼呀 所以我的人生是自己毁的 我们不要抱怨自己的人生怎么样 是从我们祖上开始 祖上犯了罪 不做悔改的话 就害了儿女们 使儿女们被愚昧呀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那儿女们成了愚昧就变不孝了 有时候为了看别人的脸色 在人前装模作样 对父母好 结果呢 都是传道书十二章一节 我们人类没有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的话 我们在世上追求的是 艳乐的生活 真言二十章十一节 一个人追求艳乐的生活 这都是成了恶人呀 这幸福和满足 为了上帝给我们的 尽管怎么样 无论我们的过去如何 今天我们全了结掉 把不好的全了结掉 把好的东西 从今天开始有新的开始 今天有新的生活 今天就是最好的日子 这正是获得智慧呀 传道书七章十节 我们要使用人的粮食 我们今天需要使用的粮食 这上帝的话语 我们还要使用下去 《创世纪》三十九章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波提法 从那些带下他来的 以什玛利人手下买了 让他去 阿门 好些人读了这经文之后 喊不出阿门呢 这就是大家和我人生的现状了 我再读一遍 约瑟 我们不要把约瑟看作是别人 这约瑟正是我 就是我的儿女 也是我自己 也是我的家庭 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民 约瑟就是我呀 生命纪五章三节 旧约里的一切的应许 都是和我们现在的人 所立下的应许 我们总把约瑟看作是别人 那我就成了假的了 我们去吃饭 我要吃饭才对啊 不是说别人的 大家都阿门吗 这里很有意思 这里有约瑟 也有波提法 波提法是买下约瑟的人 有约瑟 约瑟是个仆人 有买他的主人是波提法 波提法是约瑟的主人了 当时 那么我们 约瑟也是我 波提法也是我 我们以为波提法 好像更好一些吧 波提法其实是协助了约瑟成功的 协助约瑟走向成功的 那么一个人物 波提法是护卫长啊 是法老的内臣 他可是有官职位的 如果我们真实的能做到约瑟的话 我们的心应该是 这波提法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呀 这才是信徒的心态 这才是羊 我们今天都要告白 这约瑟就是我们 就是我 我们的人生哪怕像约瑟一样 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这是被卖出去的 被卖到波提法一家的 这多么的绝望啊 这人生完全就没救了 是卖到别的国家 哪怕被刺杀 他也没话说呀 就连一点希望都没有 希望渺茫啊 我们身体身患了病痛 在医院诊断是癌症了 在绝望中吗 甚至说有些人得了艾滋病 我得了这病痛我就完蛋了 我就没救了吗 或者说我的工作 我的事业 我的钱都倒 我一切都倒闭了吗 哪怕像约瑟一样 约瑟能行 说明我们也是能行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的期盼 今天我们都是能行的 这是多么喜乐的消息啊 所以大喜的消息救主降临了 耶稣基督来临 这就是很大的消息 很大的喜讯 耶稣基督死去了 三天复活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 基督从死里复活 第三天复活 路加福音24章45到48节 基督从死里复活 第三天复活 这复活 我们也要做我的复活 这时候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哪怕是在绝望中 我们能获得应许 有希望 我们要做见证人 能获得这应许 这正是复活呀 祝愿大家的健康 获得医治 祝愿大家的性格获得医治 祝愿大家的儿女变孝子 从败坏的事业变越来越好 约瑟来到了波提法一家 结果波提法他们家越来越好了 我们大韩民国都不喜欢信耶稣的人 说来了一个信耶稣的 怎么越来越不好 怎么做事爱挑事 我们的祷告 如何才能使上帝听了 义人的祷告 上帝只听义人的祷告 做四季段悔改的人祷告 上帝是听的 真言28章9节 约瑟 约瑟一个人的祷告 拯救了以色列所有的百姓 拯救了埃及人 拯救了整个埃及 我们真实的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能使自己的单位活过来 能使自己的事业活过来 而我们一直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假信了耶稣的话 只会走向败坏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成了假信的人 就是法利塞人文士了 是属于收获的 你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你来到了教会 你只成了法利塞人文士 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 所以没有基督的讲道 全是属于去地狱的假的讲道 那么大家和我该怎么生活呢 我们的处境也像约瑟一样 这样的难吗 创世纪三十九章一节 约瑟处于什么样的处境 约瑟是谁 约瑟这是我呀 这是我的儿女们 这是我们民族的 尽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能行的 这正是信仰生活呀 上帝把信心给我们 信心是我们的礼物啊 我们要获得上帝给我们的期盼 我们今天 所有人都要获得这期盼 这希望 获得越来越好的祝福 创世纪三十九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 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波提法 从那些带下 他来的 以士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阿们 我们一直不明白 什么是信仰生活 这信仰是信心呀 信心是最终使我们要去天国的 彼得签出一章九节 而这信仰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 以夫所说二章八节 而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这信心的礼物啊 是服侍基督的人 彼得签出一章二十一节 顺从上帝的奥秘 服侍基督的人才能获得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 我们今天 或许我现在的处境 越来越不好 来到教会祷告也不行 我始终不平安 儿女也不听话 夫妻关系总是不和睦 这就是我的处境 我们的处境 甚至有些人说信了耶稣一辈子 怎么最终还这样呢 因为在上帝看来 你根本就没有信 你是成了法利塞人文士的 你是 你的信仅是像法利塞人文士一样 是藐视了上帝的话语啊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 给你传了上帝的奥秘 你还嘲笑着上帝的奥秘 这时候你去医院吧 你去医院 没有病名 但是你身体疼痛 你的子孙三四代也不好 你做什么都不顺利 身体很沉重 儿女们也不孝 也没有兄弟有爱 真是 你的行为玷污了上帝的名 这就是你藐视上帝话语的时候 你会成为这样的处境啊 诗篇一百零七篇十节 而我们还不领悟吧 上帝的奥秘给你传了 你还不听 你还藐视上帝的奥秘 所以这时候你只会在灾难咒诅中 辛苦受累啊 哪怕我们的处境 像约瑟一样被卖出去了 尽管什么样的处境 上帝为我们改变成希望 上帝为我们改变成孝子 上帝使我们的家庭幸福 这正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啊 哪怕像约瑟一样 处于这样凄惨的现状吗 上帝为我们改变这一切 约瑟是数千年以前的人物吗 上帝告诉我们了 千年如一日啊 这一切的应许都是和你立下的 我们 我们先读一下生命纪五章三节 我们 我们大家现在现实生活中 不满足 不幸福 总觉得过去很好 说过去很好 这时候 你是恶人了 传道书七章十节啊 我们都不明白这些吧 以为说过去好 说我过去曾经多么多么的辉煌 越是这样的人 都是恶人呀 上帝让我们分辨呀 我们正确的领悟吧 生命纪五章三节读一下一二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 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阿们 以为这是就创世纪三十九章一节 约瑟正是你啊 波提法也是为了你 埃及也是为了你 我们呼喊阿门吗 我们今天全承认吧 我们告白这一切的应许 都是和我们现在存活之人所立的约 这一切的应许都是和我们现在立的 而成了假的教徒的话 总说这是旧约的事情 和我没关系 上帝说了 这是和你现在立下的应许 哪怕你的处境像约瑟一样 也是能得救的 约瑟的处境不是绝望 是希望 只会越来越好 不需要担心忧愁 因为我们依靠的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依靠的是上帝的话语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啊 我们如何读圣经啊 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要揭开帕子才能读圣经 我们要做四季章悔改 才能读这个圣经啊 这多么好的应许啊 有些信徒说 牧师啊 我头疼 我的腰痛 我的胃不好 所以我来到主面前来求主 或者说我的儿女们如何如何 这些祝福都是太容易了 就像我们国家 大家知道在公共汽车里 交韩币 就是 有卖东西的叔叔阿姨们 就说 十块钱 就一千元韩币 给你梳子 给你梳头的梳子 或者是指甲刀 就给你 给你的东西很多 而福音给我们的是最多的东西 福音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就愿大家全获得这祝福啊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全获得这祝福吧 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啊 我们的处境 如果像月色一样的话 我们在世上就去 偷偷地去找算卦的 就问我的 我的人生 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绪啊 而算卦的人 他自己的人生命运 已经就很难了 他能给谁看算卦呀 真切地祝愿大家 只听上帝的话语吧 你的处境现在像约瑟一样吗 你的儿女现在像约瑟一样了吗 或者说你的国家处于像约瑟一样的处境了吗 别担心呀 对了 有一次去美国 在美国有 No thank you 就是不用了 谢谢 就用我们国家的伦理观来 是无法理解的 你不要 你还说谢谢吗 就是不需要了 谢谢 在美国这句话是合理的 合情合理的 因为美国都是照着圣经的话语呀 美国人说不需要 也后面加句谢谢 我们要照上纪的话语 只要多感谢 多感恩 一切的不都变成了行 一切的否都变成了能行的话语 这就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 美国人的祖上几百年以前 美国人的祖先 他们丢弃了英国那么好的那些文化设施 教育设施 医疗设施 全不要了 为了福音来到了美国 这样的一个荒地 结果美国现在有这样的富强 那么相信今天我们大家也要获得这祝福 因约瑟一个人整个埃及得救了 整个以色列得救了 我们一起读一下 哥林德后书三章十四十五十六节一二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截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阿们 大家都阿们吗 我们吃东西肯定是 上帝的话语要做我们的灵里的粮食 我们要揭开这帕子 通过做四阶段悔改上帝的奥秘 我们才能食用这上帝的话语 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吃饭的时候 用盖子盖住了 怎么能吃饭呢 这盖子要揭开 我才能吃下这饭 通过上帝的奥秘 这基督的奥秘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才能食用这九月的话语 哥鲁西书二章八节 没有基督的讲道 是努力灵魂的去地狱的假的讲道 我们找一下 哥鲁西书二章八节 依靠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能释放出来 约瑟被卖到别的国家 是个绝望 结果约瑟却拯救了整个国家 和敌方的国 这是庞大的希望 我们一起读一下 哥鲁西书二章八节 我们要借着基督揭开帕子 这才是真的讲道 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这都是属于地狱的 无论我们现在被欺诈了 或者是又跌倒了 或者内心受到创伤 内心都撕裂了 伤痕累累 而上帝使我们做新人 上帝使我们更好 我们都要获得这祝福 祝愿大家在这时间 都获得这祝福吧 我们去洗衣店 把衣服交到洗衣店里 那洗衣店里帮我们洗衣服 我们就觉得很感谢了吧 而大家和我今天来到主面前 我们成了救人 而上帝借着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做新人 祝愿大家获得这健康 事业越来越顺利 精神状态越来越爽心 祝愿大家的儿女越来越好 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这是多么好的应许啊 格林德后书五章十七节 上帝不是让我们做二手品 是使我们做新人 把我们变新人 大家来到主面前 刚才还内心有创伤吗 我们做私就要悔改吧 这时候过去和我毫无关系了 我的命运如何如何 我曾经像约瑟一样 也是仆人嘛 没关系的 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们一起读一下 哥罗西书二章八节 一二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阿们 在这世上 我们觉得哲学是最好的 哲学是最高学问 而你照着哲学性来 你的讲道 以哲学的观念来讲 观念来讲的 这都是掳略灵魂的 哪怕你用心理学角度 教育学角度 咨询学角度来讲道 这都是属于掳略灵魂的 因为你照着哲学 你并没有照着基督 你要认识上帝的奥秘 我们一直听了上帝的奥秘 我们认识了基督的奥秘 而我们的行为没跟得上 我们出去传基督的奥秘 哥罗西书四章三节 上帝让我们传的是基督的奥秘 我们读一下吧 我们找下哥罗西书四章三节 祝愿我们大韩民国 尽早地传基督的奥秘 我们传基督的奥秘的时候 上帝赐于我们智慧明哲 使我们拥有知识 这时候我们国家变强国 大家知道诺贝尔德江主 越多的 诺贝尔德江主最多的国家是哪啊 以色列啊 为什么小小的以色列 有那么多诺贝尔德江主呢 因为他们信奉上帝啊 而我们今天正确的领悟上帝的奥秘 我们有这个金库的秘密钥匙的话 我们相信我们国家是越来越好的 我们大韩民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啊 当今美国是最大的强国吧 而美国是不是以色列人居住 也是最多的一个国家呢 这是上帝的应许啊 而上帝赐于我们智慧与知识 我们获得 如果我们能获得上帝赐于我们的智慧与知识的话 这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不能听假的讲道啊 我们要照着基督的话语 我们只跟随基督 我们得救吧 我们一定要越来越好 是我的儿孙越来越好 我们国家一定要越来越好啊 我们要喜悦着基督的话语 我们要追随基督的话语 跟随基督的话语 哥罗西书四章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阿们 上帝为我们开传道的门 只让我们传基督的奥秘 只传基督的奥秘 这正是上帝的命令 是上帝的命令啊 唯独传基督的奥秘 这时候才是真实的教会 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啊 我们一起找一下 以弗所述五章三节 以弗所述五章二十三节 上帝把如此庞大的奥秘 给了我们国家 哪怕我们的处境 处于绝望 像约瑟一样吗 约瑟当时去哪啊 约瑟被卖到波提法一家 他的一生就像是完了 圣经里的人物 我们都要当作是我 约瑟也是我 波提法也是我 而波提法是看似生活富裕 但他是恶人呀 真言十三章二十二节 波提法这一辈子 其实都是为了约瑟 协助约瑟 无论我们出去工作 上班的单位 或者是我们做的事业 我们国家 是属于什么样的国家 是什么样的职业呀 有些人说 我祷告了 怎么我的工资还这么少 约瑟连一分钱的工资 都没有的呀 尽管这样 约瑟都成功了 那么我们大家呢 我们总在抱怨 我的工作没有前途 我的工作没有希望了吗 说我的上司 怎么这么的不好 那波提法呢 波提法是法老的内臣 我们总觉得不符合自己的心意 你这时候都是恶人 你才能讲究这些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一切都是亨通 什么事情都能做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呀 居然大家获得这祝福啊 约瑟 父母也没帮助他 他的兄弟姐妹还把他给卖出去了 只有在基督里才是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呀 约瑟在如此绝望中 上帝说你在如此的绝望中 你也能行 我们 我们有工作 我们有工作 甚至能有工资啊 我们应该比约瑟的处境要强吧 约瑟都能行了 那我们也一定能行 我们呼唤阿门 我们是能行的 我们是能行的 这一定是能行的 如果一个房间里有一盏灯 这屋里就亮了 一约瑟一个人 整个埃及得救了 埃及是以色列的仇敌方啊 结果 因为约瑟一个人 以色列的百姓也得救 埃及 整个国家也得救啊 那我们大家在工作上不诚实 我们 我们抱怨自己的上司 是信奉别的宗教的 这样的话 你只会越来越不好啊 约瑟呢 从来没有抱怨他的主人 波提法 波提法把 把一切都交给了约瑟 就像我们国家 提摩带前书五章六节 你好艳乐 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呀 而约瑟呢 约瑟是诚实地度过了每一天 这诚实才是信心呀 真言二十八章十八节 波提法 为了做一个护卫长 他肯定用尽了他的人脉 他肯定 用尽了他的人脉 很是辛苦 结果呢 他的一切 他的一生的辉煌 仅是为了协助约瑟 成功 就愿大家获得这祝福啊 就愿大家也获得像约瑟一样的祝福 我们是能行的 这是非常庞大的应许啊 就愿大家获得钥匙 把这祝福都变成我的祝福吧 我们呼喊阿门 这比如说银行的金库再大 有密码 你知道这个密码号码 这个密码箱就能开了 银行里的金库 有钥匙 有密码 有这个钥匙 这个门就能开 有这个密码 这个门就能开了 我们今天也获得这把钥匙吧 我们回到创世纪39章 那么有些信徒也讲了 牧师啊 最近我的事业很不好 我的丈夫最近工资也很少 那他也能像耶瑟一样吗 能行的 绝对能行的 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和身边的人 相互提醒一下 一定是能行的 相信我们一定能行的 创世纪39章一节 我来读一下 约瑟 约瑟就是我呀 就是我的儿子 就是我们 我的家庭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约瑟在这样的 凄惨的现状中 就是我们的模样 就是我们自己的现状 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能行了 我们求主主啊 我信耶稣了 我的儿女为什么还这样呢 你怎么还不领悟啊 波提法那么 那么大的家产 那么多的家产 成了约瑟 做训练的一个平台呀 这多好呀 约瑟最终成了一国宰相 波提法的一家 都成了约瑟 成宰相的一个平台 依靠上帝的奥秘 我们都能成功的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就像我们说 比如说 我的儿女们 就这样被卖出去了吗 结果他成了一国宰相 回来了 如何 做什么的时候 他做了一国宰相啊 我们在座的郭位 所有的信徒都是约瑟 因为都带着头疼的问题 我们都在气馁 自己的工作不好 而约瑟的命运 获得了改变呀 约瑟依靠了钥匙 他有这把钥匙 法老 有一个埃及人 是法老的内臣 法老 法老的生活并不正啊 约瑟为了让法老的法老 便行为端正 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 就像 道格拉斯迈克埃瑟将军 被图鲁门总统制服住 那时候 当时就是六二五事变啊 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波提法 从那些带下他来的 以什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这很是凄惨的现状啊 就像你的 你就被卖出去了 这时候真是绝望 没有活头 这人生都绝望了 那么我们大家 现处的情况 我现在遇到的难题 我现在这样生活都没有意义 甚至想自杀 说在绝望中生活 还不如死去呢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 你像约瑟一样吧 创世纪39章2节3节 你像约瑟一样 这时候一定会越来越好 只会越来越好啊 我们要依靠什么呢 这第二节是钥匙啊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摆世顺利 无论你的环境在哪 你在垃圾桶里 或者你在恶人的家里 或者你在最不好的位置中 只要你与上帝同在的话 这时候上帝是你哼通啊 与上帝同在 你才能有摆世顺利的 与上帝同在 这正是 这正是钥匙 这正是我们要获得的允许啊 我们看一个人 被欺诈了 或者说他 这一生就完了 他这一生又倒闭了 哪怕我们的处境 就像约瑟一样 一切都完蛋了 但是你无论在什么处境 你与上帝同在 与上帝同在 这就是奥秘啊 上帝和什么样的人 同在呢 我们找一下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我们要认识 与上帝同在的奥秘啊 我们来到教会 都不明白 怎么样才能与上帝同在呢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 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 他所喜悦的事 阿们 常常 我常常做 上帝所喜悦的事 结果上帝与我同在 大家都阿们吗 那什么样 我们找一下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我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喜悦 我们只顺从上帝的奥秘 这时候上帝喜悦 我们要获得上帝的奥秘啊 这上帝的话语 我如何才能实用下去呢 我才能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这时候才能实用下 这上帝的话语啊 约瑟是谁啊 约瑟就是我的处境 我现在都没有活头 我现在在绝望中 甚至有些信徒说了 牧师啊 我都完蛋了 我已经没路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真的 我万事都不顺利 真是完蛋了 再怎么 再怎么不好 你肯定也比约瑟强吧 你还有你的丈夫 你还有你的老伴 约瑟 他孤独一人 连工资都没有 他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解脱 现在的情况 完全是绝望中 结果他是 而且他是被带下 到埃及去 仇敌的国家 就像我们国家 六二五事变战争年代 那时候 那种的绝望 大家也都明白吧 尽管怎么样 上帝说我们是能行的 因为只要与上帝同在 上帝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啊 你做上帝喜悦的事情 这时候上帝和你同在 我们做什么事情 才能让上帝喜悦呢 我们给上帝挠挠痒 我们给上帝按摩 上帝就高兴了吗 不是 我们要服侍基督 这时候上帝喜悦 我们读一下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一二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就为上帝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阿们 你做喜悦上帝的事情 这时候上帝与你同在 我们服侍基督的时候 上帝喜悦 我们照着上帝的奥秘 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上帝喜悦 上帝喜悦 我们只做四阶段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喜悦呀 我们阿们 我们都要做四阶段悔改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在地下监狱 他也做了四阶段悔改 他只传了这基督的奥秘 无论在哪里 他在菲律比监狱中 保罗跟外面的人说 你们喜乐吧 因为保罗一直做了四阶段悔改 哪怕我们的处境 像约瑟一样 而我们喜悦了上帝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了 这时候结果约瑟就成了一国宰相 超越了波提法一家 波提法一家的产业 波提法的一生 真是为了约瑟准备的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现状 我还在抱怨父母 我还在抱怨政治 我甚至都抱怨自己的国家 总是抱怨这个世界吗 甚至想自暴自弃 随便生活吗 这是过错的呀 这是错失啊 这是不好的 我们抱怨的话 上帝会亲自使我们致死的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 我们不能抱怨 我们唯独服侍基督 我们服侍基督 做四阶段悔改吧 这时候对于我们没有绝望 只有希望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一定是能行的 一定会越来越好 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啊 我们今天都要获得这祝福 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哪怕我的个人的处境 或者我家庭 我身边的人 甚至我的国家 像约瑟一样 我们来喜悦上帝吧 我们做喜悦上帝的事情 这时候 整个世界 整个国家的财富都是为我们所准备 使我们拯救国家 是培训我们的一个平台啊 我们大家都要获得这祝福啊 祝愿大家全获得这祝福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畅 我们照着 上帝的奥秘 服侍基督 做四阶段悔改 把眼神的问题改变成祝福 使我们国家做强国 真实的引领世界和平 我们为这个国家一起祷告吧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畅一二 主啊 主啊 我父上帝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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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主啊 我们告白 我们没有绝望 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喜悦上帝 这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是希望 求主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变成光 使我们每个家庭 每个心灵 求基督的血 使我们的罪的问题获得解决 使我们服侍上帝 使我们喜悦上帝 与上帝同在 求主使我们全获得这应许 求主使我们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处境 把一切的处境都改变成祝福 我父啊 你使绝望变成希望 一直以来 我们在气馁中 我的处境很是困难 甚至说 我没有希望再活下去了 我们甚至使自己的内心受到创伤 甚至自己自暴自弃 自己在自虐中生活了 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希望 我们的事业 总是不间断地在失败中 我就觉得 我的人生没有救了 我就觉得 我的人生 如此的污秽 又气馁 觉得我的儿女 怎么就这样呢 哪怕我的处境 比月色更加 哪怕我的处境 比月色更不好吗 求主使我们 喜悦上帝 上帝使我们越来越好 在这时间 求主使我们同在 使我和我的儿女 越来越好 求主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越来越好 我们确信上帝的允许 是如实实现的 我父啊 我现在内心还带着忧愁的心灵吗 求主使我们 实用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喜悦上帝 使我们服侍基督 做四阶段悔改 求主医治我们的病痛 求主赐福于我们 求主使我们的一切的病痛 全获得医治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 有神迹发生 求主医治我们的软弱 我们告白 我有这样的软弱点 求主使我们获得 我父为我们以后话以乐 预备的一切的祝福 我们确信主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越来越好 使我们的儿孙 后代越来越好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阿们